好家伙别带一逗上我独吃饭睡觉的游戏 丁小娟志愿自己的休息时间走一个小时的路去公司工作 这是展现明星独聚日常的大社韩宗我独自生活 以往来的嘉宾又看在沙发上周聚的 又窝在电脑桌前打游戏的 还有美滋滋吃外卖的 但这回来的却是工作狂魔田小娟 一大清早起床后先看看今日运势 再给养个转运植物浇点水 然后开始做早餐 为了不洗刀具 小娟不把火腿拿出来切 而是直接把筷子放进容器里咬 为了少刷几个碗咬好的火腿 她直接甩进锅 绝不会再浪费一个干净的碗 等时悟出锅后 田小娟巴拉完毕 并进了衣帽间换装 之前其他爱豆入到这里 时大多是要每每出门玩耍了 所以观察室嘉宾起初也以为 娟总是要去哪里逛 但当娟总抵达目的地后 所有人都傻了眼 因为娟总来的地方是他的经纪公司Cube 一进公司大门 他就号召所有员工进入会议室 准备给他们解析自己正在筹备的专辑概念 然而说着说着田小娟和员工就产生了分歧 因为田小娟的概念十分心急大胆 他主张从玛丽莲目录入手 在田小娟看来玛丽莲梦露其实是一位 聪明智慧又爱读书的优秀女性 但是人却只关心她的性感 所以小娟想从梦露着手打破这种偏见 只可惜小娟说得有理有据 但职员却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因为田小娟的概念里提到了一个 可能会涉及到尺度的设想 听到这话的田小娟有一瞬间的呆滞 但很快就想到应对的办法 林夏之一是在说 不被支持的tumboy都做到这么好的成绩 但梦露又永何不可 最终在田小娟的坚持下 这个概念得以保留了下来 而最终的热力反响 也证明田小娟的想法是对的 只能说不愧是你啊 娟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